贤妃这几日 都没出一坤宫吗 说是吓坏了 不敢出门 最近一直用艾草禁浴 又喝着艾叶酒 本宫觉得身子 并没那么寒了 努力给您做好艾叶枕了 您喝了艾叶酒 正好安眠 主 今夜谁呀 怎么叫得这么齐劲 今儿是阿若的七七了 听说一空宫门户紧闭 没人敢走过 上回玄妃射击下是五七 今天是阿若的七七 高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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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Her 熙悦 主流上来了 没有 Meh 骑瞎 私 救命啊 救命啊 都是你 我爱的我 我是替你顶的罪 害死的人是你 我命来 竹儿 是奴婢 竹儿 阿若为什么来招本宫 阿若为什么来招本宫 竹儿 咱们都没有看见阿若呀 他是来招本宫的 你们自然看不见阿若 双喜去找萨满了 据说昨晚易公公没事 可见萨满管用 你说他为什么不去找贤匪 为什么不去找皇后 偏来找本宫 皇后娘娘是六宫之首 她那儿阳气大 所以鬼怪都不敢去找她 做鬼也欺软怕硬吗 当初也是皇后没救她 她为什么不去找皇后 偏来找本宫 竹儿 您别说了 没事的 我知道了 当初阿若就是怪本宫 让她顶了朱砂的罪 她肯定恨死本宫了 墨歇 你知道萨满要来扶持 咱们镇着她 镇着她 是 奴婢这就去啊 墨歇 别走 别走 行轩 你 你去 嗯 是 您别怕 啊 朱儿 听说贤妇宫闹鬼 是贤妇宫有萨满阵阵 反而没事了 贤妇宫也闹上了 吓着谁了 还能有谁 当然是贵妃娘娘 听说贵妃娘娘只喊着 阿若追着她 可这满宫里 没一个瞧见阿若鬼魂的 宫里都在传 这阿若追着贵妃做什么 莫不成 是贵妃害了她 行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你可都听见了 听见了 贵妃被吓着了 可别喊出什么事来 贵妃真要是喊出什么事来 也是皇后嫌怕 是 从贵妃的脉象来看 那只是受惊破重 神思混乱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难道真的是中邪了 也不行 左右我先开几房子吧 安神的 你给贵妃娘娘先扶下 还要你们要记住 贵妃娘娘是赤足照亮 爱爷酒还得继续喝 爱爷爷得继续用 奴婢记下了 好 主儿 多吃点 您人都瘦了 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吃点牛肉吧 来 别来找我 主儿 您吃点饭吧 我求求您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吃吧 好热 主儿 没有还肉呀 快吃啊 快吃啊 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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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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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火没了 鬼火没了 本宫心情就好啊 心情好了 气色就好了 那咱们今天出去走走 贵妃病了 咱们去贤府宫里瞧瞧她 好 宫中以讹传讹 闹得人心惶惶 成何体统 这宫人们闲来无事 就爱乱叫舍根 皇后娘娘不必理会 若皇上回来 听到满宫的怪力乱神之语 岂不要责怪 本宫约束不言之罪 赵姨太 奴才在 去传本宫的意思 宫中 谁再敢提贤府宫闹鬼之事 一律仗责三十 奴才遵旨 皇后娘娘 既然贵妃病着 不妨咱们去瞧瞧 也不枉姐妹一场 苏联 你去叫上锦瑟 好歹 贵妃曾经照顾过她 她应该去看王 是 这都是什么呀 皇后娘我怕 你不必待在这儿了 怜心 带公主出去 是 公主我们出去玩 娘娘当心 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娘娘 嫦娶 最后来 我趁 protects王康 大娘娘 好 激衣 我可以去 我好 太早送我去 我真的要乱七八糟 你会不会有的 哪 娘娘 好了 你不必起来了 好好躺着 瞧你 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太医过来瞧过没有 已经来过了 莫歇 恭请皇后娘娘 家瓶娘娘照一照吧 这是什么呀 主总是看到阿若 出现在闲浮宫 让出入的人都照一照 免得不干净的东西 附在人身上跟进来 荒唐 鬼还没来 自己倒把自己 吓成这个样子 拿下去 不是 你们怎么不相信呢 娘娘 阿若天天都来找臣妾 她有时候 她有时候就站在 那个饭桌前的 有时候 有时候就在那神妾的床头 住嘴 噓 你身为贵妃 居然在宫中 闹出这么不堪的东西 贤妃也是吓怀了 但只是找来扎满法师 过来做做法师就罢了 偏偏只有你这儿 弄得无烟瘴气的 可不敢这么说 在下说 你问阿若又该来了 本宫已经问过了 先复宫 除了你之外 压根没有人见过阿若 只有你才胡言乱语 不是的 来呀 公主 你抓不到 抓呀 你抓不到吧 不玩了 不玩了 什么老鹰捉小鸡啊 还不如双喜 上回玩的那些蛇给我看呢 双喜 蛇呢 那奴才带你去玩蛇 好 啊 贤娘娘 公主有礼了 新玄 贵妃呢 回贤妃娘娘 我们主正和皇后娘娘 嘉宾娘娘谈话呢 原以为贵妃和本宫 得的是一样的病 想来瞧瞧她 是吗 这是安华殿大师 亲手抄录的佛经 每天读一读 心里也安静些 帮我转给贵妃吧 多谢贤妃娘娘 我们主得了这个 或许能安心一些 双喜 回玩蛇 那我必回去 让三宝查一查 嗯 娘娘 阿若 为什么经常来找臣妾啊 是不是因为 您夫妻高阳期望 阿若不敢去找您 只敢来找臣妾 臣妾是替您受过是吧 你胡说些什么 臣妾怎么着胡说呢 娘娘 母阿贤妃的事情 您不都知道吗 龙宫走水 饭菜里做了手脚 这些事 您不都参与了吗 就连贤妃中了披霜 是不是也是您干的 娘娘 贵妃 本宫念在你我姐妹情义 你偶尔一两句风言风语 本宫都不会跟你计较 可若是你敢污蔑曼贵 本宫绝不会饶了你 娘娘 您不能不管我呀 那些事情明明是我为您做的 财萍 贵妃 您今儿是病糊涂了还是真疯了 这样胡乱攀扯的话都说得出口吗 您做了六年的贵妃 这高氏满门的生死荣辱 就这样为您一空断锁 您不觉得可惜吗 好 皇后娘娘 贵妃神志不清 咱们不必与她一般见识 本宫自然不会与她一般见识 本宫自然不会与她一般见识 你好好清醒清醒吧 娘娘 你别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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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哎呀 这才春日里就已经这么热了 皇上快回来了 皇后娘娘备着接驾 倒是你有空陪本宫走走 奴婢陪你也是皇后娘娘的意思 家主那一巴掌打得好 贵妃胡言乱语是该清醒清醒 她想胡乱攀扯谁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她谁都攀扯不上 哎 我们娘娘是个贤惠人 只能心里甘生气 又不能失了中宫的气度 多亏有您在 嗨 我有什么可怕的 打了也便打了 只是咱们还要想个法子 堵住贵妃那张胡乱咬人的嘴呀 说得是呢 奴婢也正着急 万一贵妃疯起来 连高氏一族也不顾了 让皇上回来听见这话 可怎么是好 那就得想个法子 让她说出来的话没人信 怎会没人相信 她现在已经被吓得 神志不清了 说是能疯了就好了 这样她胡乱攀扯的那些话 就更不会有人相信了 可怎么办得到呢 莫欣姐姐 内务府送来的安息香 回去吧 主睡了吗 还没有 安息香送来了 我去给她点上 让她睡得好些 嗯 娘娘呢 在佛堂呢 娘娘 皇上一定会来的 皇后娘娘 皇上回宫了 正往长春宫来 您快接驾吧 真的 可不是吗 皇上哪儿都没去 直奔咱们这儿来了 快走 皇上万安 你在等着呀 臣妾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李玥 告诉皇后一声 朕晚上再陪她用碗膳 叫她死客不用候着了 再把似侯贵妃的双喜 给朕带来 喳 双喜 皇上要传你 我 我 我怎么了 皇上传奴才做什么呀 来人 给我带走 奴 奴才什么事都没有 皇上抓奴才干什么呀 奴才什么事都没抓 皇上 皇上 用力打 皇上 双喜已经昭了 冷宫毒蛇的事是她做的 也是贵妃收买马汉子 在贤妃饭菜里做的手脚 披霜的事 他们吐口没有 这个还没有 玉虎 你去慎刑寺亲自盯着双喜 务必问个清清楚楚 不能有一丝一漏 是 主儿 是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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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双喜被金宝公公带走了 一直都没有回来 奴婢让人去问 只说双喜偷了东西 双喜 双喜被带走了 双喜知道咱们的事情不少呢 再不行 让高大人想想法子 务必得把双喜救出来 他们凭什么带走双喜 皇上还没回来吗 皇上已经回来了 正在长春宫 那本宫就去修皇上 让他放了双喜 主儿 外头天黑了 那二肉又要来了 那本宫先不去了 明天再去吧 贵妃真的病得这般重 心病 总不比身上的病 总是难好一些 臣不信贵神之说 多半是有人心虚 自己吓自己 臣只想知道 同样是闹鬼 为何贤妃几日就没事了 贵妃却缠绵病塌 臣妾也不知 去探望贵妃 见她神志恍惚 臣妾 也无从安慰起 皇上还请宽心 贵妃会好起来的 臣妾也会再去探她 皇上若是进来 政务繁忙 就不必亲自去贤府宫了 以免皇上过了病期 等贵妃好一些 臣妾会告诉皇上的 臣妾也会变得了 偶然会有着 臣妾会 臣妾